醫生,我又不在意疤痕的大小 這樣我還需要微創手術嗎? 大家好,我是骨科醫師呂俊慶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脊椎微創手術 在講脊椎微創手術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正常的脊椎結構 脊椎是一節又一節的 脊椎一節和一節之間 有著像輪胎皮一般具有彈性的椎間盤 後方兩側有所謂的小面關節 脊椎的活動就是圍繞在這兩個關節之間 隨著年紀的增長、斑重物 這個椎間盤會脫水、會變質 造成不穩定、就會腰痠背痛的症狀 而後方的小面關節 為了維持穩定度 它會長出所謂的骨刺 骨刺的生成會去壓迫到神經 造成了腿痛、腿麻的症狀 假如上述講的腰痠背痛、腿痛、腿麻 已經困擾你很久了 吃了再久的藥、做了再久的復健都無法改善 這時候就要考慮以手術介入幫助你 就是以前老人家常說的 而開龍骨呢 大致上可以分為兩種手術 第一個呢就是傳統的脊椎手術 第二個呢就是脊椎微創手術 而傳統的脊椎手術呢 以脊椎滑脫、退化來說呢 傷口需要10到15公分 出血量來到500cc 住院天數要來到1週左右 而電腦導航微創脊椎手術 傷口3到4個小傷口 出血量1到200cc 住院天數可以縮短為4到6天 而最新的 脊椎內視鏡微創手術 傷口可以來到小於1公分 出血小於17c 手術隔天呢 或者是當天就可以出院了 剛剛的舉例這樣講起來 可能會有病人詢問說 醫生我又不在意疤痕的大小 這樣我還需要微創手術嗎 其實啊 微創手術重點不在於疤痕的大小 重點是微創手術 軟組織破壞少 出血少 住院天數也少 術後恢復快 這才是微創手術的精神 脊椎微創手術的過程 我們會生大約原汁筆管境大小的 器械進入病罩處 它的放大倍率呢 可以來到50到60倍 可以把病罩可以說是看得相當的清楚 所以關於這點 您是不必太擔心的 以上講了許多脊椎微創手術的好處 但每位病患的嚴重程度不同 建議您手術前與醫師進一步的討論